我正在公司厕所蹲坑 边用手机打字让住在乡下的父母多准备些食物 尤其米油冰冻肉类 最近假流盛行 病毒这玩意儿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砰 砰 砰 隔壁男侧传来撞击声 又是那位大哥工作压力太大 在发泄情绪吧 从厕所隔间出来 慢慢地在洗手池里洗手 抬头看到对面男厕所一个穿短裙的美女 正把一个男同事压在洗手台 我去大白天的在厕所干 这种事要拉我眼睛吗 正擦完手打算悄悄在公司干饭裙八卦下 视线往下一看 不对 怎么这么多血 这是在咬人吗 吓得我手一哆嗦手机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这时短裙美女转过头 整张脸布满了黑色经脉 满脸都是血 我才看清她身下的男同事整个脖子被啃了一半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美女朝我冲过来时 我快速地把厕所门关上了 感谢爹妈赐予我的反应能力 门外的短裙美女撞了几下厕所门就离开了 没一会儿门外传来尖叫声 呼叫声 打斗声 这是丧尸吗 我没做梦吧 厕所门下流进来大块的鲜血 告诉我这是真实的世界 怎么办怎么办 我爱看丧尸门 但不代表我想大战丧尸啊 冷静冷静 深呼吸了下 我马上捡起手机给我爸打电话 老爸 你听我说外面有僵尸 我爸妈不知道丧尸这玩意儿 你和老妈马上回家 院子大门关好 躲地下室去 别来找我 我会躲好再想办法来找你们 好 你注意安全 别 没等老爸说完 他那边就挂了电话 没事的 没事的 大家都会安全的 我安慰自己 刚才的美女丧失力气很大 才撞几下就快把厕所门撞开 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活下来 我急得满头大汗 厕所里除了垃圾桶什么也没有 突然我灵光一现 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果然有一个出风口 因为办公楼年久失修 出风口已经摇摇欲坠了 而且正好可以从洗手台爬上去 我连忙从厕所隔间找了两个垃圾桶 把他们倒过来 一个垫脚爬上洗手台 一个垫脚准备把通风口拆下来 啪的一声 出风口的回风扇被我拆下来了 但配件乒乒乓乓掉了一地 又有人在撞击声 还伴随着断断续续咳嗽声 他们发现我了 加快动作 一脚蹬了下垃圾桶 一脚蹬着洗手台墙上的柜子 手一撑 我上去了 这时厕所门也被撞开 通风道很小 我没法转身去看卫生间情况 但背后断断续续咳嗽声让我汗毛树立 如果我没爬上来 现在已经被啃得稀巴烂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时手机传来微信提示音 是老爸发过来的女儿放心 我和你妈已经在家里地下室 大门都关上了 家里有囤吃的用的 好的 我现在安全了 我会想办法回家 乡下更安全 你们别打我电话 有时微信 僵尸听力很好 回复完我就把手机调了静音 一定要回家 一定要活着 2043年4月3日晚上8点 在通风管道趴了快5小时的 我已经鸡肠碌碌 浑身酸痛 再待下去我会饿死 黑暗中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 顺着通风管道往前爬 隔着天花板 我知道下面都是丧尸 已经没有人类的呼叫声了 我所在的楼层是7楼 回自行 中间是电梯和厕所 一共有8个办公区域 6个是小型公司 每个公司100方左右 我们公司就是其中一个 常开室 没有隔间 今天只有我和经理在公司 只能先去碰碰运气拿点吃的 其他5个公司 三个公司和我们公司一样 员工常年出差在外 两个公司人员比较多 但也没有隔间 剩下一个公司 打通了两个办公区域 但据我所知 这是个服装直播公司 每周一周二放假 也就是说 我只要去这几个 没人的公司缩物资就好 顺着通风管道往前爬 我来到第一个通风口 下面乌气麻黑的 白天应该没有人 可是通风口盖板很新 我没法拆卸 只能放弃往前爬 来到第二个通风口 往下望去 这不是我们公司吗 整个办公室灯全亮着 经理我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摇了摇通风口盖板 一下就给我打开了 哪个偷工减料的师傅 居然没有固定盖板 看出头往下看了一眼 很好 经理不在 下面就是会议桌 但公司打开着 门口的血迹 可以看出白天的场面 有多悲惨 现在已经听不到 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但也不代表没有丧失 看了一眼不远处我的办公桌 桌子上有我的包 包里有我的回家的车钥匙 我深吸了一口气 颤颤巍巍的伸下我的小短腿 很好 正好可以够着 公司地上是办公地毯 脚踩在地上的时候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一点点走到门口 关上门 哒的一声 在静谧的楼道里特别清脆 不好 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传来 我马上跑去办公桌 拿起我的包包 一把拉过办公椅 用力地抬起来 放在了会议桌上 飞速地爬上会议桌 一脚踩上办公桌 搜的一下 又钻进了通风管道 求生欲激发我逃生的潜能 谁能想到 以前体育课跑步 都是勉强冲进极客县的 我也有这么敏捷的时候 门口又传来激烈的撞击声 这时候我已经会淡定地 继续往前爬了 接下来几个通风口 我都打不开 直到来到第五个通风口 下面也是乌漆麻黑一片 用手机手电筒 子子细细观察了四周 这是个服装公司 而且公司没有人 慢慢地把腿放下去 手死命抓住管道 层高三米 我身高一六米 距离地面一四米的时候 我只能松开手往下跳 掉落地面上脚踝处 传来的痛感让我差点叫出来 还好求生欲又让我憋住了 稍微活动了下脚踝 幸好没受伤 轻轻地打开灯 我运气很好 这家服装直播公司 有一个茶水间 不敢多呆 我把手机冲上电 在他们衣架上 挑了几件舒服的运动服换上 把自己的小皮鞋 换成了运动鞋 换了一个大背包 把茶水间的零食都塞进去 能塞多少就塞多少 正准备撤离到通风管道 瞥见桌子上一整排的手机 脑中闪现一个面筒 我把手机设置好静音后 塞进了包里 爬进通风管道 我开始看微信 消息显示999家 跟爸妈保了平安后 开始浏览信息 几乎每个视频里 都有被咬的面目全非的人类 以极其诡异的姿态冲向人类 冲装起车锅里 把头伸进去啃咬人类 有人反抗 即使砸碎半个头 他也还能继续啃咬 跟我平时看的形式走路美剧一样 对人类血肉有着狂热的痴迷 但又有点不太一样 攻击他们头部也不能致气死亡 我开始看一些官方新闻 只有在下午6点的时候 有一些通告 告诫居民备好物资 居家隔离不要外出 长时间趴在通风管道 使我浑身酸痛 给爸妈再次发了信息说 明天我会尝试回家 毕竟公司离家也只有9公里 哥平时也就20分钟车程 爸妈想来接我 被我拒绝 他们在乡下家里 才是最大的安全 我开始尝试睡觉 保持好身体状态 活下来的概率才会越大 似乎是隔音效果太好 周围非常安静 要不是酸痛的身体 我还以为是在平常的工作日 晚上躺在床上刷抖音 慢慢的疲惫感加重 睡一醒来 再一次睁开眼 看了一眼手机 上午7、5、18平时闹钟时间 真佩服我自己 这种环境下 生物中还是那么准时 稍微缓了一会 再一次下了通风管道 活动下了筋骨 又爬进通风管道 我要去看一下走廊情况 七楼人少 情况还好 走廊只有两三个丧失在走动 时不时地撞下门 显示自己的存在感 但楼道里 隐隐约约传来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我发现自己根本出不去办公楼 再次回到那家服装直播公司 脑中已经有了逃出办公楼想法 迅速地在货架上 找出几十件卫衣和卫裤 把他们打结连在一起 然后一头扔下去 幸好四楼有个设备平台 可以缓冲休息下 预留好四楼到一楼的绳子距离 我把另一头绑在 靠近窗口的货架上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平时不怎么锻炼的 我下到平台已经双手发麻 但也不敢耽搁时间 只能咬紧牙关继续 观望了下一楼停车场的情况 地上的雪子 撞坏的车辆 甚至还有断臂残肢 让我差点忧了 万幸的是我车位正好停在不远处 只要披上百米冲刺的速度 就可以安全上车 丧尸也不多 市区方向不断传来 热武器打击的声音 吸引了不少丧尸 从背包里掏出一只手机 调静音后开机 幸好直播用的手机没有密码 设置好闹钟后 我把手机用力一扔 扔到离我车最远处 手机质量真不错 这么一摔 也没摔坏5432一闹钟 准时响起 如我所料丧尸都不约而同地 向手机方向走去 等我五分钟 闹钟再次响起 我马上顺着自制绳子 爬到一楼 迅速冲向车子 开锁的声音吸引了一些丧尸 但远不如我车子速度快 油门到底 静下来 一路的房子都是紧逼家门 受灾最严重的 还是一些高层小区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游荡的丧尸 腾出手给爸妈发了条语音 告诉他们 还有五分钟到家 但一发出去就显示感叹号 发送未成功 无网络信息 离家越来越近 发现我爸趴在墙头 他一直在等我 在我快来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爸打开了大门 车子进去刹那 我爸马上把大铁门关上 一下车 我脚一软摔倒了地上 爸妈一人一边 把我拉进了屋里 确认好门窗都锁死后 我流着泪 把这一天都没到的夺命 大逃亡跟爸妈说了 让他们了解下外面的情况 这些不是僵尸 被咬了就会传染 变成活死人一样的怪物 看过不少丧尸片的 我开始给爸妈普及知识 传染速度很快 政府还未反应过来 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 看到市区有爆炸 应该是军方出动了 喝了一口妈妈给的温水 这些怪物对声音很敏感 力气又很大 我看到车子被他们撞凹进去了 速度并不快 但不敢保证 他们后期会不会变异 我看的电影里 他们会跑会跳 甚至嗅觉很灵敏 对力气很大 我跟你妈昨天 从农贸市场出来的时候 亲眼看到有几个怪物 把一个人的肚皮给啃烂了 难得我爸抽了根烟 我妈用力拉着我和我爸的手 想起昨天的遭遇 又一把把我抱紧怀里 三个商量了下 最后决定苟着 我家在乡下 前后都有院子 前院种了些蔬菜 后院养了十几只鸡 和几棵果树 三层楼的房子 加上一层地下室 厨房客厅都在一楼 二楼是我和爸妈的房间 三楼一直空着 房子里市区并不远 地理位置虽不是很优越 但院子有三米的围墙 还有门口的大铁门 是目前最好的藏身之处了 围墙上有玻璃渣子 还有电王90年代 我家这边小偷极多 被偷了几次之后 我爸便装上了电王 但一直没通电 只是装装样子唬唬人 估计过阵子就要停水停电 电王也只是形同虚设 匆匆吃了点面包牛奶 三个人开始分工 我爸检查围墙集大门 把家里车子停车库 伪装成家里没人的样子 毕竟漠视最危险的便是人心 前段时间我爸厂里 淘汰了一台1500W太阳能发电机 但只有一块电板 只能供一台冰箱 电饭锅和普通照明使用 三人合力把冰箱 冰柜抬下了地下室 我和我妈开始盘点家里的库存 与此同时 我把捡来的手机轮流冲上电 五箱洗衣液 十箱纸巾和三箱厕纸 还有储物框里 零零散散的洗发水 牙膏 牙刷 肥皂等 这些生活用品 哥平时能用2-3年 我和我妈先把这些 搬到了地下室小角落 大米四代25千克的 不多 但去年我妈在仓库 囤了500公斤的骨子 家里也有家用小型年骨鸡 一两年是饿不死了 十桶农赋山海的矿泉水 不多 但后院仓库前 还有一头井 三十多年来从内断过水 五桶六千克食用油 按照平时的用量 也就七个月 特殊时期能省就省吧 还有我爸昨天 从农贸市场买的 半扇猪肉25条冰冻 带鱼三大包冷冻鸡爪 四大包冷冻鸡翅 还有一些冰冻豆子 玉米粒 土豆 胡萝卜 石和牛肉卷 十个羊肉卷 都被我们分装好 放进了冰箱和冰柜 盐衣小香 糖石包 酱油八瓶 是去年双11桶的 一般也够用一两年年了 还有一些火腿肠 薯片等小零食 都被我们贴上保质期分类 放在冰柜旁边 我们一家人都相信中国力量 中国速度 只要前期先苟住保护好自己 国家一定会来拯救自己的人民 我和我妈把剩余的土豆 番薯做了切块处理 等发芽就可以开始播种 乡下人自家都会种些瓜果蔬菜 种子也都是常年准备 说实话吃的这些我们都不担心 目前最担心的还是丧尸公鸡 还有后期不法分子过来抢占物资 折腾到了晚上9点 三个人都累得够呛 已经没有力气折腾晚饭 随便煮了点粥 撒了点牛肉卷和青菜碎煮了粥 就这几个前几天做的肉包子 我和我妈一致表示 今晚大家一起住地下室 当初建地下室的时候 防水防潮做得很好 我爸当机立断 从二楼房间拉下两个床垫 和两床被褥 第一碗照将就住吧 黑暗的地下室显得格外寂静 如果没有老爸的呼噜声 我还会以为是平常的夜晚 2043年4月4日 第二天被我妈从睡梦中推行 正要出生 我妈朝我比了晋升的首饰 并指了纸楼上 上面有人 我爸正在查看手机监控 因为去年有被偷弃的经历 我爸在房子前后 安装了几个摄像头 分别可以看到前院 后院和旁边 监控显示凌晨5点 天蒙蒙亮的时候 有人翻过我家大门 闯进了我家院子 然后绕离周 发现进不了屋内 就在入户门外坐着休息 此时我们才看清屋外地景象 男子怀里还抱着一个一个孩子 看起来才八九个月大 监控里听不到声音 但可以看清男子怀里的孩子在哭 老郭 这个小孩子的声音 会不会引来那些怪物啊 我妈有些担心地问我爸 要不我们给他们些吃的让他们走 我和老爸对视一眼 他只要是知道我们这屋有人 还有屯食 肯定不愿意离开 漠视人人难以自保 不能怪我把人马坏出现 可是他有个孩子 才这么大一点 况且我们三个人呢 还怕他一个带着孩子的人吗 我妈平时信佛 连鱼都不敢杀的人 此时起了恻隐之心 最后我们写了一张纸条 从二楼扔了下去 纸条内容是我们会留他几天 条件是他必须待在仓库 我们给他吃的 但等孩子情况稳定 他必须离开 男子看了纸条 感动地朝着摄像头 磕了好几个头 我们怪不好意思的 老爸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爸妈一人拿了一把榔头 我拿了一把柴刀 开门的时候才看清男子长相 很普通的人 平时看过都会忘记的面孔 老爸又去大门那里 拉了几条电网 一个带着孩子的普通男人 都能翻过大门到我家来 更别说其他人了 早饭还是用电饭锅煮了粥 蒸了几个包子 也给陌生男子准备了一份早餐 给他孩子准备了米糊 并让他去仓库 把仓库也锁了起来 期间男子毫无怨言 也让我们放下了警戒心 饭后爸妈开始把我卧室的床 和客卧的床搬下了地下室 单独留了主卧的床 我们打算平时住地下室 偶尔住主卧 我就在他们卧室打地铺 毕竟长时间住地下室容易抑郁嘛 我们可不想还没被丧尸咬死 就患抑郁症了 我正在厨房做肉包 准备放冰箱冷冻 到时候放电饭锅蒸熟再吃 既方便又美味 饭点的时候 给陌生男子送去了饭菜 还有给孩子的蔬菜泥 饭后爸妈在院子里播种 茄子 番茄 青椒 四季豆 都应在这个季节播种 如果我们之间不用用手笔画 不敢发出声音 真的以为是平常最普通的日子 我拿了即将过期的可乐 爬上楼顶望风 我家左右个有两户人家 每家都有院子 此时都是家门紧闭 估计也都像我们一样宅在家里 前面有两户人家 看不到他们院内情况 但院子里游荡着两三个丧尸 晚饭的时候 我把邻居家的情况跟爸妈说了 我们认为前面的邻居凶多吉少 虽然我们这里的人平时不走动 但平时见到面还会打招呼 一想到以往的邻居 此时可能已经落入那群怪物嘴里 三个人此时便吃不下饭 我爸默默地把围墙电网的电线 接上了太阳能发电机 如果真的有危险 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抵抗 我把做好的包子放进冰柜 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 其他省市 其他国家呢 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席卷全身 没有重生 没有异能 甚至没有一点准备 接下去很多天可能都要在地下室度过 正当我害怕又焦虑的时候 老妈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南南 前天我和你爸接到你电话的时候 真的想去你公司接你 但你让我们马上回家 我们照做了 因为我们相信你 你长大了 虽然你是女孩 你是我们的宝贝南南 你也是我家的顶梁柱 我们相信你 要是昨天你没回来 我和你爸准备去找你了 咱们一家人怎么地也要在一起 我和你爸农村人出身 小时候没饭吃 挖野菜 每天吃红薯 不也熬过来了吗 你太婆小时候遇到鬼子进村 一家人钻尽在灶头里才躲过一劫 所以不要怕 我们会度过这个劫难的 妈妈的话瞬间让我平静下来 晚饭我们不敢炒菜 担心动静太大以来丧失 便用电饭锅煮了饭 把过年吃剩下的腊肉 还有剩下的蘑菇 胡萝卜 一股脑都放了进去 切了点青菜碎 做了锅简易的包仔饭 照常给仓库里的男子 送了碗饭过去 一靠近仓库 便听到了小孩的啼哭声 怎么了 我趴着仓库门缝问道 我女儿平时都是她妈妈照顾的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给她吃了 要不也给她换了 还是一直哭 我担心她一直哭会给你添麻烦 要不你们晚上到地下室来 说完我真恨不得 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什么时候了 还没有点防备心 真的吗 不过能麻烦你们 在她的哭的时候 和你们待地下室 我就待门口 等她稳定一点 我和她待仓库 我叫来了爸妈 和他们一起打开了大门 从男子手里接过孩子 麻烦你们了 说完男子恋恋不舍地 看着自己玩 孩子还在哭 我马上带着孩子去了地下室 才刚大学毕业的 我根本没接触过 这么小的孩子 不免有点心疼 给她吃米粉了吗 吃了 尿不换了吗 每天小的怎么给孩子换尿布啊 不怪你 连她爸爸都不知道 怎么照顾自己的女儿 果然我妈给她换了尿布之后 便停止了哭声 在我妈怀里睡着了 2043年4月5清明节 停电了 老爸的太阳能发电机 派上了用场 好在是春天 虽然今天下雨了 但前几天天气不错 储存的电量 可以供给冰柜和冰箱 为了节约电量 我们仅开了地下室的一盏灯 原本打算今天做清明团 考虑到电量还是放弃了 早饭煮了点杂粮粥和包子 午饭和晚饭 干嚼了点吐司 吃了点水果和新鲜牛奶 毕竟保质期不长 路上的丧失多了起来 估计是从城里跑出来的 那个陌生男子 一直在仓库待着 他的女儿在地下室 因为他一直哭闹 2043年4月7日 我们把男子 从仓库里放了出来 让他和我们待着地下室 他女儿已经连续拉了两天 眼窝都凹进去了 哭声也跟小猫咪一样 哼唧哼唧 米糊 蔬菜你也不吃 老妈拿温度计测了下温度 有点滴烧 我已经没有孩子妈了 不能没有我的宝贝啊 男子突然跪在地上 不停锤打自己胸口 你冷静点 我们一起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 外面都是怪物啊 吃人的怪物 镇上有药店 离我家也就一公里左右 附近也有医院 我和你一起去 我爸拿起了一把榔头 递给男子一根棍子 我帮你们开门 喃喃 你看着孩子 我抱紧了怀里的娃 知道出门后异常危险 但又不能放任一条 鲜活的生命 在我怀里慢慢流逝 好 你们小心 我忍住眼泪 大概十分钟后 地下室门口传来砰的一声 我一手抱紧孩子 一手拿起一把柴刀 向门口走去 爸爸 门口的男子 一手提着我爸领口 一手拿着一把菜刀 架在我爸脖子上 此时我爸满脸都是血 半跪在地上 双眼紧闭 双手双脚都被麻省捆着 看起来普通老实样的男子 此时面目猙獰 把柴刀放下 不然我杀了你爸 眼看他拿着菜刀 快割破我爸脖子 我心意狠 你女儿也在我手上 快把我爸放了 哈哈 她可不是我女儿 她是你家前面的李老头 就回来的 坐我车回来的 可她家啥吃的也没有 大米都见底了 冰箱里都是咸菜 所以你杀了她是吗 此时的地下室异常湿冷 我牙齿止不住地打战 她被丧尸咬的 这个蠢货 你手里的女娃还一直哭 又没什么吃的 我只好给她吃了点 李老头的血 哈哈哈哈 明明家都被我骗了 男人开始癫狂 刀片割破了我爸脖子 我答应你 放我和我爸妈好吗 我们去李老头家 把这里的物资都弄给你 呵 说什么废话 把柴刀放下 不然我先杀了你爸 再把你和你妈拉出去怪物 我只能听她放下柴刀 怀里的小女孩 渐渐停止了哭声 一小时候 我家三口双手双脚 都被她用麻省捆了起来 看着昏迷中的爸妈 挺好 至少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死就死了 说不准醒来的时候可以重生 我就有足够时间准备 如此安慰自己 你准备把我们怎么样 看着眼前的男子 躺在我们床上 吃着我的薯片 喝着我的可乐 男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2043年4月10日早上9点 我们已经两天多没吃饭 这几天他只给我们喝水 好在爸妈已经转醒 但几天不进食的 我们现在十分的虚弱 旁边的小女孩早已没了声音 这个畜生 这两天这个畜生 甚至去楼上厨房 做了羊肉火锅 杀了一只老母鸡 是不是没力气说话了 男子向我们走来 等我吃完饭 就把你们扔为墙外卫怪物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脸蛋 油腻的手摸过我的脸 我今年24岁 我抬眼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仍旧一副看起来老实的脸 甚至在我说话的时候 表现出一刹那的惊讶 舔了下干裂的嘴唇 我还没谈过恋爱 可嗨嗨 临死前让我体验一把 男人扯开我衣领 上下打量 靠近我耳边 确定要在这里 灼热的呼吸 混着肉包子的味道 忍住恶心想吐的冲动 我家二楼主卧 有张180的大床 2万多的床垫 想去试试吗 你别想耍什么花招 许是他对2万多的床垫感兴趣 许是我低眉垂眼的姿态 让他放下了戒备心 被男人一把抓起抗在肩上 翻天覆地晕厥赶袭 赶袭来 出地下室门前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爸爸 看他们流着泪 在地上不断挣扎 被扔在床垫上 眼看男人急不可耐地脱衣服 复身上来 忍住 郭和安 摸到了 我爸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次都会把日记本和笔嵌在床垫和床位之间 我握紧手中的笔 忍住身体的疼痛 一手抓住男人头发 一手使出浑身的禁用笔 扎进男人的脖子 拔出 鲜血喷了我一脸 男人怒不可遏的一巴掌把我打下床 下一刻他便趴倒到床上 一手捂住脖子 一手撑起身体想来打我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我再次爬起来 用笔往男人脖子上扎 直到血进口床垫 我瘫坐在床上 这两天男子一直在上面厨房做饭 乡下丧尸应该不多 不然他没那么胆大 我一直在等他放松警惕 男人警戒心不低 一直捆绑着我们 只放了两碗水在地上 让我们趴着喝 也不让上厕所 咳 咳 咳 男人试变了 黑色经脉开始布满他全身 眼珠变得心红 瞳孔突然缩小又扩大整只眼睛 不好 他便丧失了 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 解决一只刚失变的丧失 我亮腔地跑到了阳台 眼看变成丧失的怪物朝我走来 刺眼的阳光照得我眼睛发疼 眼前以前黑暗 下一秒我倒在了地上 男男 我好像听到了爸妈的声音 身体很疼很疼 睁开眼 是深灰色的水泥天花板 暖黄色的灯光 男男醒了 眼前出现爸妈的脸庞 我爸头上还绑着纱布 有点滑稽好笑 妈 嘴角的伤口扯得生疼 看着我妈泪流满面 我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 都安全了 都安全了 来 楠楠 喝点老爸熬的小米粥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11号晚上 我已经昏睡了一天 那天我爸妈和那个男人 打算出去给小女孩找药 我爸去开车的时候 被打后脑勺 倒下的时候磕到了桌角 索性伤口不大 老妈也被打了一棍子 有点轻微脑震荡 虽被饿了两天 但求生一直出奇地强 在我被那个混蛋 拉出地下室的时候 爸妈找到了角落的柴刀 割断了麻绳 等他们跑进主卧的时候 男人已经变成丧尸 冲向阳台 也多亏了刚上大二 清明节放假回家的邻居 潘小胖用弹弓打的丧尸 亮枪了下 我爸才有机会 拿起柴刀砍死了丧尸 据潘小胖所说 当然他是写了 满满一张纸捏成团 扔进我家里的 在男子打晕我爸妈的时候 他在他家三楼阳台看到了 但我家围墙太高 他没办法进来 所以这两天 他想办法弄来了一把梯子 用无人机吸引了十几个丧尸 打算趁男人不备来救我们 他就不怕丧尸 冲进我家把我们都咬了呀 听完爸妈的话 我不吃一笑 但也感慨原来 还有人在想办法救我们 那现在呢 外面的丧尸呢 还有那个小女孩呢 我醒来的时候 就没见到小女孩 潘小胖在无人机上 挂了块五花肉 把他们引开了 花了点时间 我爸停顿了下 那个小女孩 已经没气很久了 身体也僵硬了 我跟你妈把他埋在了 后院桂花树下 你妈给他念了一天的经 等形式稳定了 咱们给他找个好地方吧 至于那个畜生 被我砍去了半个脑袋 扔出了围墙外 男男以后不用怕了 2043年4月15号 休息了几天 我和爸妈都恢复了身体 便开始盘点库存 羊油之类的没少多少 舍不得吃的零食 水果小牛奶被吃掉了大半 我们打算把剩下的吃完 反正也没多少了 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最安全 后面每人每天吃一颗维斯 等到夏天桃子里子成熟 就可以补充天然维斯了 晚上我们在厨房吃了火锅 半盒牛肉卷 半盒羊肉卷 还有自己家里种的莴笋 残豆 菜心 明亮的灯光下 劫后余生的我们 伴着烟气腾腾的火锅 食指大动 我们把菜肉吃的一点也不剩 甚至最后把米饭 就着能稠的汤汁也吃完了 饭后三个人 痛痛快快地洗了热水澡 早早地进入地下室休息了 2043年4月16日 开始停水停电 说实话 能坚持十来天才停水停电 已经十分出乎我们意料了 也许背后有工作人员 还在坚持岗位 2043年4月17日 我爸把电饼档拿到了地下室 信誓旦旦的要给我们煎鸡蛋饼 碗里放了点面粉 两个自家的鸡蛋 加了点矿泉水 再加上灵魂小葱和胡椒粉 结果 电饼档刚开两分钟就跳闸了 地下室灯也灭了 兵荒马乱地开始检查 太阳能发电机电路 幸好只是跳闸 最后我们老老实实地 用电饭锅煮了粥 蒸了剩下的鸡蛋饼 2043年5月1日 是劳动节呀 原本应该是一家出门 去周边游玩的假期 可是最近的丧尸开始暴动 除了声音 他们的嗅觉变得非常灵敏 我们把鸡鸭一只只 抓起关在了三楼 至少三楼的窗户 有做过隔音处理 鸡鸭也逃不走 前几天有一只鸡 为了自由飞出了围墙 再也没回来 我妈心疼地直吹胸 不知信佛的 他是担心鸡仔在外面 落入丧尸之口 还是后悔没入我们口里 2043年5月5日 老妈情绪不定 每天早上起来哀声叹气 到了晚上睡不着 又使劲骂我和我爸 我开始意识到家人的精神问题 2043年5月6日 我写了一张表格 每日七三十起床吃早饭 练完八段井开始自由活动 一般我会去三楼望风 和隔壁攀小胖比划比划 我们可能谁也不明白 对方说的啥 但这是我们几天以来 唯一的乐趣了 爸妈会去院子里 给菜园拔草 吃肥 周围丧失不多的时候 也会去后面田里割点野草喂鸡鸭 剩下十一只鸡鸭 每天要吃四斤的饲料 实在是僧多粥少 我爸已经打算每月吃一只鸡 我们也想过给潘小胖送一只鸡 但他双手话差表示十分明显 我家情况也类似 每日十二点左右吃午饭 午饭后安排三个人看书 甚至把我高中 初中的书都办了下来 每日五三十晚饭时间 晚饭后我开始教爸妈英语 从简单的ABC开始 历史要让他们会跟外国人简单交流 日子似乎平淡又透着到不明的紧张继续着 我们谁也没有处理二楼卧室那张 被鲜血浸透的床垫 它就像是刻在我们心里的烙印 告诫我们外面不仅丧尸 甚至还有比丧尸更可怕的人类 2043年7月3日 摘完前院最后一批四季豆 豌豆 茄子和玉米 剩了一些做种子 后院的桃子 李子和梨树 也几乎被我们摘完 这阵子不停地把能冷冻的蔬菜水果 做冷冻处理 整整三个月 我们没有接收到外界任何信息 像是被围墙以外的世界隔离了 好消息是潘小胖搬过来和我们住一起了 他父母在国外 家中唯一的爷爷去了外省的大伯家 原本计划清雲前一天回来 在丧尸爆发当天互相报了平安不久后 便没了消息 好在潘小胖是非常乐观开朗的人 他坚信只要他待在原地 家人肯定会回来找他 不过在他一个人生活一个多月的时候 便忍受不了寂寞 贡献了家里所有的物资给我们 唯一的要求是跟我们一起 看着他分了好几天挪到我家地下室的物资 加起来比我们三个人的物资还要多 看着我家仅有的一块太阳能电板 索性他把家里的太阳能电板也搬了过来 我爸为多了一个劳动力而高兴 只有老妈每次看着潘小胖的眼神不对劲 有时候还会朝我实眼色 让我带着潘小胖去顶楼望风看星星看月亮 但我看着潘小胖180的个子200斤的体重 饭量比我一天吃的还要多 开始肉疼 于是我开始督促家里老爸妈少攀小胖健身 踏楼梯养我起座 主要是训练体能和力量训练 2043年8月10日 天气真的很热 堪比去年40度高温 好在地下室比较阴凉 我们也用冰凉的井水物理降温 在热死了一只鸡后 索性我们又把鸡鸭放到后院 挖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小池子 灌满了井水给他们物理降温 每天吃着之前做的桃子罐头 冰柜里的洞梨 在树荫底下吃晚饭 边吃边比划 猜明天能捡几个鸡蛋 2043年9月29日中秋节 中国人骨子里对传统节日是非常重视的 早一个星期前 我们就计划怎么过中秋节 最终计划是炖一只老母鸡就潘小胖观察 他已经一个月没下蛋了 动用很久没用的煤气造炒 两个菜之前怕炒菜声太大引来丧失 也怕味道太重 被别人察觉天知道我们这几个月 一直靠着电饭包吃蒸菜 炖菜 潘小胖也会贡献他仅有一盒好力友派 和三瓶可乐 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忍住 把这些吃进自己肚子 但计划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三天前来了一车陌生人 占据了老李家的房子 据我观察是两个年轻男子 两个中年男女和一个老人 他们没有去隔壁房子 和我家搜索物资 反倒是冒着危险摘了 种在路边的蔬菜 我们不敢冒险 取消了庆祝中秋的计划 把鸡鸭赶入仓库后 便住进了地下室 每天紧去仓库喂下鸡鸭 去井边打水外 没出过房子大门 2043年10月3日 天气还是很燥热 我和潘小胖偷偷爬到顶楼望风 突然看到对面老李家的一对中年男女 和一个年轻男子两人拿着镰刀 两人拿着蛇皮带出门 只见他们出门后 直接向我家方向快速走来 我和潘小胖连忙趴下 在顶楼栏杆缝期间 看到他们直奔我家后面的农田 原来他们是要去收小麦 我家后面有十多亩农田 一往九月初就开始收割 我家所在的小镇又靠近省城 周边的居民基本都在城里工作 因为丧尸病毒爆发 很多人都没赶回来 所以几乎没人去收个小麦 何况田野间还有零零散散的丧尸在游荡 即使我爸好几次想去收些小麦 家里的年米鸡也能处理小麦 到时候还能给准备点面条 我们的面粉已经快见底了 回到现在 只见那四人先去了丧尸里丧尸很远的麦田区 一人放上 其余三人快速收割 装袋 一个小时候 他们已经装满了两大袋蛇皮袋的小麦 又两人抬一袋迅速返回家里 晚饭的时候我和爸妈商量了下 观察下对面的那五口人 等他们收割完我们也去收割 2043年10月6日 我们准备了镰刀 蛇皮袋 四个人迅速地收割了两大袋麦子 连续三天 我们收割了六大袋麦子 用粘米机去壳 又用破壁机碾成面粉 怕破壁机声音太大 我们全程用棉被裹着破壁机 自己做的面粉又黄又干 但香味十足 2043年10月10日 我爸看着农田里 还有一大片麦子还没收割 便打算再去一次 这次我们统共收割了四大袋 一人扛了一麻袋 往回走的时候 遇到了住老李家的一对中年夫妻 但他们貌似知道 我们就住他们后面 表现很淡定 确定我们没有任何攻击性后 他们直奔农田收割小麦 期间也没有想我们释放任何信息 或要物资 或要合作 但我们没敢掉以轻心 我爸甚至用后院的竹子 做了几把弓箭 虽然弯弯扭扭射成堪笔纸飞机 但我爸说了 身正不怕影子鞋 配不对 是只要功夫深 铁杵也能磨成针 我和潘小胖把院子里的围栏给拆了 反正有围墙 现在也没有蔬菜种 把做围栏的木条两头都削得尖尖的 用作武器备用 我妈又开始把已经磨得正亮的菜刀 柴刀等拿出来开磨 每天四个人手上都会新增大大小小的伤口 仿佛回到冷冰器时代 2043年12月5日 天气变得比以往更冷 昼夜温差很大 白日里阳光很充足 晚上冷的骨头都开始发疼 我们没敢晾被子 每天把被子放在二楼朝南次卧的地上 晒一两个小时 四个人并排躺在地上 享受片刻的宁静 晚上躲在地下室 最近有太阳的日子不多 我们必须节约用电 目前只有一个冰柜运作 事实上我们的物资开始减少 冰箱里仅是些肉类和冷冻的蔬菜水果 距离丧尸病毒爆发已经过去大半年 我们仍旧与外面的世界断联 好在大家的状态不错 潘小胖整整瘦了三大圈 我们的体重计电池耗尽 记得上次称重它还是195斤 我的两层小肚腩消失变成了马甲线 宫二头肌也很明显 要是在往常的日子 即使在零下我也得绣下自己的马甲线 爸妈的老毛病也都消失不见 2044年1月1日 晴 我们照常躺在二楼地上晒太阳 享受片刻的温暖 突然潘小胖一个跳起 迅速拉上窗帘 让我们晋升 有无人机 我们没敢拉开窗帘看 立马卷铺盖进入地下室 晚上的时候直接把中午的剩菜剩饭解决 原本想开火锅庆祝下 这片区域一直跟平静 除了住在老李家的外来客 路上连一辆车都没见着 此时的无人机让我们如临大敌 我们一致认为来着不善起实力不小 四个人商量了许久 打算和对面的五人合作 如果无人机发现了他们 那早晚能发现我们 虽说我们围墙有三米高 墙上有电网 自建的水泥钢筋房也跟牢固 房几个丧尸还是绰绰有余 但要遇到凶神恶煞不怀好意的入侵者 我们胜算也不大 月黑风高 潘小胖用无人机飞去对面一口窗口 顺便送了一个苹果 一包自家做的面 加带一张纸 写了合作 不久后无人机带回一张纸 写了同意而已 还有一台对讲机 确认合作后 我们开始整理目前拥有的资源 潘小胖的两台无人机五个弹弓 我顺来的12台手机 一把柴刀 四把水果刀 两把榔头 老爸自制的六个弓箭 还有七七八八的锄头之类的农作工具 跟美剧里的简直没法比 对面也跟我们差不多 12点 冷得不行 潘小胖带着铺盖去二楼职业 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冬 他可以给我们消息 老妈把唯一一个热水带给了潘小胖 以往是我们四个人轮流用的 还有仅存两个势力架也让他带着 老爸把大门再检查了一遍 我和老妈打了很多井水储存在地下室 如果不是地下室没有厕所 我们还真打算苟几个月不出门 2044年1月2日 早上8点 我和爸妈陆续被潘小胖摇醒 有车朝这边来了 同时对讲机也响起 我们四人马上爬到顶楼楼梯边 怎么有三辆车 我不禁担忧 那就说明车里至少有十人 眼看车子离我们越来越近 胖子 你的无人机能飞多远 续航只有15分钟 大概能飞三公里来回 妈 你上次不是说社区医院 有很多因为流感住院的病人吗 我们把他们引过来 分散那群人的注意力 社区医院离我家只有一公里 用无人机把手机送到镇上后 手机铃声能吸引丧失 按照丧失速度 我们只要坚持10分钟 我用头绳把手机开机后 绑在无人机上 眼看着无人机摇摇晃晃往镇上回去 很快 一辆红色越野车停在了老李家门口 还有一辆白色轿车 一辆灰色皮卡 一辆停在路口 一辆停在我家 左边邻居家门口 看不清越野车里有多少色 可以确定的是 白色轿车上下来四个人 几个人开始进入屋内 搜寻物资 下一家就是我们家了 对面老李家隐隐约约 传来谈话声 此时对讲机响起 中年女人的声音 来者不善 听到打碎玻璃声开始攻击 潘小胖 丧失到哪了 还在医院门口 X的忍不住爆了粗口 楼顶呼呼的寒风 吹得我脑袋发胀 转头看到我爸发红的双眼 我妈握着水果刀站立的手 潘小胖额间突爆的青筋 眼看那四人 站在我家大门口开始打亮 对面的老李家还没有消息 对讲机毫无动静 反而其他几人都聚在我家门口 三米高的围墙和电网 还有他们从对面楼里 看到我家院子的情况 太多的生活痕迹 彰显着我们这栋房子 安全系数高 物资充足 眼看有一个戴着 暗红色鸭舌帽的男人 从车里拿出一包东西 蹲在我家围墙下开始捣鼓 好像是火药 潘小胖眼尖 说是吃内饰快 我的剑已经射了出去 紧接着老爸老妈也开始行动 潘小胖在楼内控制 无人机吸引丧尸 弓箭已经被我爸改进了很多 偶尔还能从电线杆上 打下一只鸟 但我家楼顶距离围墙有点距离 他们蹲在围墙下 刚好在盲区内 砰 围墙被炸开了一个 大约两米开的洞 声音响车田间 来了 喊小胖激动的跳了起来 丧尸来了 我们不约而同的往镇上望去 只见密密麻麻的丧尸群 向我们跑来 走 去地下室 原来之前这么可怕的丧尸 也会变成我们 翘首以盼的救命稻草 我们四人一进地下室 老爸开始用之前准备好的 钢板封住地下室门口 地下室天花板的电灯 开始摇晃 即使地下室隔音做得很好 我们还是能听到丧尸的怒吼声 还有隐隐约约的枪声 很快 灯灭了 我们唯一的供电系统瘫痪 没有热水 没有电 饿了就肯之前准备的冷冻包 冷冻蔬菜 避免不了吃坏肚子 就把喝完水的水桶 放在角落做零食卫生间用 2044年1月7号 只剩最后一桶水了 地下室的环境也不适合生存 老爸拆下了最后一块钢板 我和我妈还有潘小胖拿着榔头 锄头 柴刀跟在老爸后面 刺眼的阳光袭来 眼睛刺得生疼 在老爸的带领下 我们走出了地下室的第一步 眼睛慢慢适应后 此时的场景令我们又震惊 又心疼又庆幸 一楼的半边墙体倾倒 玻璃全碎了一地 客厅里的沙发 墙上 地上 全是靴子 餐厅的桌子 柜子全散了一地 走出家门 前院的围墙和后院的围墙全倒了 只剩东西两边地围墙摇摇欲坠 这是丧尸干的 我妈一脸震惊地望着眼前 仿佛地震后的现场 应该是失群迁徙吧 我只能从以前看过的丧尸类小说解释 这是我引来的丧尸干的 潘小胖一脸震惊加愧疚 快去看看老李家的五人 我爸拿起一把锄头向老李家赶去 我们几个紧跟其后 我一路看了下四周 发现没什么丧尸 不禁奇怪不已 赶到老李家 发现他家比我家受灾还严重 整个一楼倒塌 二楼三楼往西边倾斜 这 他们还活着吗 我们开始在残骸里找人 这是对讲机响起 我们在老李家隔壁领居家地下室 门口被堵住了 我们马上拿着锄头赶到老李领居家 找到预估的地下室入口后 马上开始挖 天色渐暗 在我们不懈努力下 渐渐露出了地下室入口 老爸一锄头下去 整个地下室映入眼帘 那五人比我们好不到哪去 毕竟他们的地下室实物不足 万幸大家都活下来了 可如今我们失去了庇护所 当下有丧尸 更有心怀不轨的人 何去何从 夜晚 我们几人凑在一起 简单吃了点东西 留下两人守夜 剩余几人在二楼废墟里休息 我和之前住老李家的年轻男子一起守夜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 那个老头是他爷爷 中年男女是他父母 另一个年轻男子是他男朋友 他们从隔壁市来旅游 因此车里放了不少吃的 谁知道丧尸病毒突发 他们没法返回家里 只能在荒乱中 躲进了公共厕所才被求生 想着有车有物资 可以沿着大路回家 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 可是路上被一伙人抢了车 他们奋力反抗才留了些物资 接下去就是他们找到了老李家 发现这里丧尸少 农村物资也不少 打算休整下再出发 谁知道遇到了这些事情 下半夜潘小胖来换班 我便拿着毯子睡到了爸妈身边 当第一缕阳光照到我们这片废墟 我慢慢睁开眼 恍惚间看到了一队穿着军装的人 爸 妈 潘小胖 我连忙推醒所有人 穿军装的人也发现了我们 黑乎乎的枪口指着我们 一顿检查 也抽了我们机关系 发现我们身上并没有伤口显示 血液也没有异常 那群穿军装的人 才向我们展露身份 他们是人民解放军 现在在排查清扫丧尸 以及寻找幸存者 从他们口中 我们慢慢了解了此次病毒真相 原来我们以为的丧尸病毒 是有潜伏期的 第一批病毒感染者突发 以至于相关部门 医疗来不及反应 才出现了大规模暴乱 事件开始大城市人口密集 军方把火力集中在了 规模比较大的城市 但我国人口太密集 政策实施困难 经过半年时间 才减缓病毒感染 但前几天我们遇到了失潮 丧尸大规模向南迁徙 部队已经在他们所到之处 布置了爆炸点 争取在他们迁徙路上 逐一爆破 减缓迁徙数量 他们所在的部队 负责在失潮后面清除 剩余丧尸 在听闻他们在招募民间团体 清扫剩余丧尸后 我们简然毫不犹豫加入了 现在庇护所没了 家也没了 但我们坚信 只要不放弃 人在的地方就有家